但是领魔神皇吃惊的是 这一次龙好尘并没有直接的 引动万物复苏的攻击力 反而像是在布局一般 黑洞的扩张 在达到千米之后 终于是得到了遏制 一声声虫鸣鸟叫 野兽咆哮也开始出现 就在空中呢 碧绿的自然世界中 开始有昆虫和动物出现 这些昆虫和动物 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化着 每一次进化 它们都变得更加强大 渐渐的 开始有了魔兽出现 看上去神奇绚丽的一幕 却令魔神皇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这分明是 永恒三剑中的第二剑 创世生灵 只不过这一次 创世生灵与万物复苏一起出现 那自然的世界 有了生命 那是一种遵循天地治理的气息 看到这里 岳墨神阿加雷斯的目光 变得柔和了 也渐渐变得坚定起来 它攻向树永消的攻击 也变得越发无力 目光甚至是 停留在高空之上 眼神流露出了 迷醉之色 它喜欢这种创造的气息 它要的并不是毁灭 而是生存 星魔神瓦沙克 也同样被这样的一幕 给震撼了 它的感受 虽然没有月魔神深刻 但它却意识到 自己和月魔神的计划 真的有可能完全实现 龙好尘 真的有可能击败魔神皇 鱼龙关外 圣殿联邦与魔族的强者 渐渐地分开 双方的战斗 竟然暂时地停了下来 甚至 各自落在地面上的鱼龙关 和城头之伤 所有强者 无不是抬起头 观看着空中那神奇的变化 这是当今 天下最强的 两大强者之间的战斗 所有的魔神 都第一次意识到 他们心中无敌的强者 一代魔神皇 终于是遭遇到了对手 这一场战争 最终的胜利还很难说 而眼前即将发生的 恐怖碰撞 很可能是最后胜负的导向 面对着万物复苏 与创世生灵的组合 魔神皇手中的 逆天魔神剑再变 逆天魔龙主 终于出现了 只不过 这次逆天魔龙主 却直接出现在 魔神皇的脚下 紧接着 魔神皇的身体 就像是融化一般 柔和地 融到了逆天魔神柱之内 嘹亮的龙音声响起 逆天魔龙主 竟然直接钻到了 那直径千米的 巨大黑洞之中 原本恐怖的体积 也在钻住的过程中 飞速地缩小 龙音声并没有因为 逆天魔龙主 钻入黑洞而消失 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盛 宛若滚滚雷声一般 在空中爆发 天空中的万物复苏 与创始生灵景象 在这恐怖的龙音声中 被震荡地略为有些虚幻 紧接着出现的一幕 更是令所有人类 强者充满了震撼 就在那黑洞处 一个巨大的头颅 缓缓地钻了出来 那是一个龙头 通体呈现为墨色 更是有着一双 血红色的巨大眼眸 哪怕是在 三千米的高空之外 从地面上 竟然也能看到 那眼眸闪烁的血红色 更是能感受到 它身上 所迸发出的破坏气息 在这巨大的黑龙身上 有着一层暗蓝色的 光雾闪耀 光雾之中 密布雷电 巨大的头颅 缓缓钻出 紧接着 是庞大的身体 而那身躯的体积之恐怖 令包括魔族在内的所有人 全部的倒吸一口凉气 原本他们以为 曾经盘旋在 逆天魔龙主周围的 乌金色千米巨龙 就已经足够恐怖了 但是 当这头黑色巨龙出现的时候 他们却发现 先前的乌金色巨龙 与它相比 那只是小乌剑大乌 这头黑色巨龙的身长 足有三千米开外 在它出现的范围中 碧绿天母 以及万物生灵 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尤其是那些 已经在光幕中 进化出的魔兽 他们就像是遇到 天地一般 飞速地溃散着 而这 分明就是 魔神皇的本体 身为逆天魔龙族的族长 逆天魔龙皇 这还是 魔神皇在与人类争斗中 第一次展现出自己的本体 而且是 与逆天魔龙主 融合之后的本体 恐怖的气息不断半生 魔神皇那双血红色的眼眸 在身体周围的 暗蓝色光幕衬托之下 看着面前的光幕 它没有主动地发起攻击 只是漂浮在空中 但它身上的气息 已经严重地搅乱了 壁律天魔的构成 龙好尘在逆天魔龙皇 风秀露出他本体之后 重新地落入了下风 星魔神瓦沙克 来到了月魔神 阿加雷斯的身边 风秀这是用了 他那神级的力量吗 这份力量 是我们所无法比拟与对抗的 只是不知道 那龙好尘 有没有办法能够撑过去 如果连神级的风秀 都无法奈何他 那么人类 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也终究可以 有所选择了 二哥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种 极其不详的预感 嗯 还记得吗 我曾经说过 当初在星魔塔中 是我们唯一击杀龙好尘的机会 那次我们没有成功 就再也不可能成功了 所以 我后来才答应了你的计划 既然我们不能成功击杀龙好尘 那么 龙好尘就有可能成为 魔族灭亡的关键所在 也就是说 他应该能够战胜 魔神皇风秀才对 我当然记得 可那不正是我们 想要看到的吗 但是 今天见到龙好尘 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种 心所未有的强烈危机 似乎他有什么力量 能够威胁到 我们的存在似的 我还是有些 不明白你的意思 二哥 你认为现在的龙好尘 能够击败风秀吗 很难 就算是想要保持军事 也很难 龙好尘展现出的力量 已经相当强大了 但是 我却没有感觉到 还有着和风秀一样的突破 突破百败灵力 达到另一个层次 因此 他想要战胜风秀很难 就算是平手的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 我才在考虑 我们要不要出手去帮他 不 千万不要 按照我的大元首推断 风秀不可能杀得了龙好尘 可是今天这一战 风秀已经完全看到了 龙好尘对他构成的威胁 如果他赢了龙好尘 可能放过他们 而龙好尘 却不会在这样的一战中死去 也就证明了 他还有什么能力 可以与风秀抗衡 除了永恒与 创造之神烟王座外 他能够与魔神皇抗衡的力量是什么 你是说 就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 空中的景象再次大变 逆天魔龙皇出现 已经开始被搅碎的碧雷天幕 突然的稳定下来 紧接着 整个天幕的颜色 按了几分 一颗颗星辰开始出现在 天幕更高的地方 照耀着 那生长的万物 与进化的生灵 刚开始的时候 星辰还是一颗颗的出现 很快的 星辰的数量便急剧增多 千万颗星辰 普照之时 魔神皇那庞大的本体 以及他所释放的黑洞 竟然像是被凝固在空中一般 永恒三件 第三件 永恒星空 终于是出现了 万物复苏 创世生灵 永恒星空 三件何必 在天空中 勾勒出了一幅 美妙的画卷 就像是在 那三千米的高空之中 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一般 星光普照之下 万物生长 生灵进化 真是何等的神奇 规律 又遵循天地治理的创造 这也正是 永恒与创造之神叶王座 附带的最强技能 创世 魔神皇的身体 被封印在这幅绚丽的画卷之中 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 他似乎已经完全无法移动 但他那双血红色的眼眸 却依旧凝利 也就在这时 那巨大的千米黑洞 突然亮了起来 暗紫色的光芒 骤然大放 将那幅创世画卷中的一部分 映照成了暗紫色 而那幅画卷 也就在这时 突然变得扭曲 化作了一个 巨大的漩涡 以魔神皇的身体为中心 瞬间收拢 创世之力 终于降临 而与之相对的 逆天魔龙皇也出现了变化 他那三千米上的身躯 依然凝固 但那直径千米的暗紫色黑洞 却是骤然收缩 收缩在他身前 化作一个小小的暗紫色光球 被逆天魔龙皇 用头部顶起 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那一瞬间的黑暗降临 似乎将所有的光 全部的剥夺 没有半分的剩余 无论是实力强横的月魔神 星魔神 还是鱼龙关上奋战的 普通将士们 在这一刻 都有着一种 被死死掐住脖子的窒息感 黑暗 不只是出现在天空中 也仿佛出现在 他们心中一般 无与伦比的恐怖 也随着黑暗一同出现 似乎这黑暗持续下去 整个世界 也要随之消失 幸好 这寂灭的黑暗 终究是重新有了光 似乎只是一秒 又似乎是过了恒久之远 一点光亮 在空中亮起 紧接着 这一点光 就像是开启了光的大门 刺目的强光骤然爆闪 从极度的黑暗 到极度的光明 哪怕是 八九阶的强者们 猝不及防之下 有不少人发出了惨叫之声 忙不迭地 闭上双眼 那光亮 就出现在天空之上 因为那寂寞的黑暗 与超强光的交替太过激烈 以至于所有人 都没有看清那光是什么颜色 一个巨大的光团 在高空中亮起 这一个光团的范围覆盖之大 甚至可以用毁天灭地来形容 整座御龙关 所在的高山 竟然发出了刺烈的咔咔之声 似乎无法承受 高空中这巨大光团 所带来的压力 随时有可能崩溃一般 而一道道恐怖的裂痕 也随之出现在山体之上 证明着崩溃 并非不可能出现 幸好 那光芒在极度的闪亮之后 开始收缩 一切的光芒 也是渐渐地恢复正常 天变得前所未有的干净 万里范围内 没有一丝云彩和污浊 沉静的高空 正因为没有一丝杂质 显得很诡异 唯有两道身影 显得有些突兀 逆天魔龙黄风秀 依旧是三千米长的巨大本体 悬浮在高空中 而在它对面不远处 身穿永恒与创造支开的龙好尘 双翼张开 正在剧烈地喘息着 她的眼神 明显有些暗淡 永恒与创造支开的白色光芸 也是弱化了许多 但她的眼神 依旧是执着的 可在执着之外 还有着一丝不甘 能够逼我用出寂灭的一 你已经足够感到骄傲了 当初自然女神 留在梦幻神殿中 守护着梦幻天堂的精灵龙 就是死在我这寂灭的一之下 你虽然未受重创 但你那一丝创始神留下的气息 已经用尽 还凭什么与我抗衡 不错 你这幅创始画卷十分强大 如果你也拥有神级的力量 那么败的很可能就是我 可惜 无论那永恒与创造支 神业王座多么神奇 也不可能将你提升到神的境界 魔神皇 你还没有赢 用不着以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 你那幅创始画卷 连创始神留下的一丝灵魂气息 都用尽了 难道还有什么 比这更加强大的技能吗 不错 使用了寂寐的仪之后 我的消耗很大 但是我是神 神的恢复 确实人类算能比你 魔神之羊 巨大的龙头突然抬起 羊头往天 一团瓷光 就像是撕开了空间 出现在魔神皇那庞大的身体上方 那竟然像是一颗太阳 暗紫色的太阳 暗紫色的光芒 洒落在魔神皇的身上 令他的气息 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 龙好尘胸口处 永恒之心也在剧烈地跳动 让他恢复着灵力 但是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魔神皇的恢复速度 要比自己快得太多太多 刚才那回天灭地般的碰撞 最终化为虚无 而那一击 也几乎是耗尽了龙好尘 与魔神皇的力量 不同的是 魔神皇消耗的只是灵力 而龙好尘消耗的 且还有创世神所留在 永恒与创造之神移王座上的 一丝气息 没有了这丝气息 龙好尘便失去了 让魔神皇也要十分忌惮的 创世神之力 更不可能再一次地 适用创世画卷战斗 这也是为什么 魔神皇的话语中 充满了圣倩在握的意味 神级的力量 终究还是战胜了 人所操控的超级神器 在魔神皇看来 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龙好尘和他比拼速度 结果可想而知 最多十分钟 他便能恢复到巅峰状态 而龙好尘被抽空的灵力 就算是有很多神奇的装备 在辅助 至少也要半个时辰 才有可能完全地恢复 岳魔神和星魔神对视一眼 彼此都看出了对方眼神中的紧张 岳魔神阿加雷斯下意识地说道 或许是因为陛下对他的爱财 还有他身上流淌着陛下的血脉 所以陛下才不杀他 我不知道 我已经看不清一切 但陛下曾经杀死过他一次 龙好尘代表的又是整个人类 他又怎么会承认自己身上的那份血脉 就像我们不敢承认 自身有人类血脉是一样的 事实会告诉我们结果 唯有等待 与魔作这边的沉稳相比 人类那边却已经完全沉不住气了 魔神皇的声音从高空传下 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晰地听到 龙好尘并没有反驳魔神皇的话 无疑他已经是处在了烈士